作詞曲 李宗盛 人世皆有悲歡女河 愛和恨終無法看破 喧囂的人群終卻難免寂寞 心中是 像誰說 我的人生淒淒落落 親風在首唱笑當歌 人有他兩輪 日月來往如索 天地間 唯有我 為了 心中一片晴蕩天 我要把鐵線踏破 一個人 我四處去漂泊 為了 心中一片晴蕩天 我要把鐵線踏破 一個人 我四處去漂泊 為了 心中一片晴蕩天 為了 心中一片晴蕩天 為了 心中一片晴蕩天 走過了 多少坎坷 一個人 我無可奈何 一個人 我無可奈何 我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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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心中一片晴蕩天 快亮了 我該走了 我 心中一片晴蕩天 你 心中一片晴蕩天 你 心中一片晴蕩天 你 你什麼時候還來 我不會再來了 從今往後 我 我 若 仙儿 娘 你回来了 娘 您起来了 可找到那个姓君的了 还没有 还没有 娘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那我回房去了 仙儿 娘 你没什么要跟娘说的吗 没有啊 真的没有吗 那好 你去吧 是 冰儿 小姐 你看 我把你给弄醒了 没有 我早就醒了 会有点口渴 给我倒杯茶来 小姐 请喝茶 这是哪儿来的 王爷赏的 她的好兴致 小姐 昨夜 您睡得好吗 还好吧 我来吧 小姐 那你想吃点什么 我没心思吃什么 那也得吃点啊 哪能老是 一顿一顿的不吃饭呢 嗯 那就喝点粥吧 好 我去叫人给你做 马公公 冰儿姑娘 奴婢 给王妃请安 起了巴 多谢王妃 马公公 可有什么事吗 奴婢 奴婢 可是一心 为王妃着想 有句话 跟王妃说了 王妃可千万别生气 你说吧 还得请王妃 替奴婢担待点 这话要是传出去 奴婢这个脑袋 可就保不住了 你就快说吧 奴婢劝王妃 凡事上点心才好 留神这个味 让人家给占了 你是说 奴婢 什么也没说呀 只是请王妃 对身边上的事 多留点意 就是了 你下去吧 是 王爷 这些兵器 都是我师父 特地叫人打制的 听说王爷喜欢 就送到这儿来了 我师父还说 听说京城里最近事情挺多 想进京来一趟 看有什么能供王爷拆遣的地方 也好 就敬给王爷效力 你师父什么时候来 我师父已经到了京城西边的山里 只要王爷发话叫他来 几日之内就能到城里来了 叫他来这儿一趟也好 是 启禀王爷 京卫兵马指挥使徐岳黎徐大人求见 这头驴又来干什么 我就把他赶走 不 叫他进来 是 我倒要看看 他今天能挖出什么新鲜的来 臣血驴叩见王爷 徐大人 徐大人起来说话吧 谢王爷 徐大人这次又来 有何功干呢 回王爷 是为了上次跟王爷回过的 汉子军的那件事 那你把人给我放回来了没有啊 王爷 国家刑律在上 微臣实在是难以通融啊 那 你带怎的 那几个杀人越货 奸淫妇女的人 臣已经报警刑部 处以斩刑了 大胆 王爷 你眼里 还有我这个王爷吗 嗯 王爷 臣自然是想按王爷的旨意去办 但 这也是太子监国的意思 微臣 实在是 无能为力呀 嗯 这公文 你是从哪拿来的 自然是从太子府拿过来的 这太子监国 什么意思 嗯 自然是皇生外出时 由太子代行监国之事啊 嗯 说得很对 可皇上 是哪天回的京 这公文又是哪天发的 皇上分明已经回京 你还拿太子府的名义 发文行令 我倒要到皇上跟前去问问 这算是哪家的规矩 王爷息怒 王爷息怒 这一定是下边的人给弄错了 带微臣拿回去 把他改过来 哎 既然发过来了 就别拿回去了 王爷 你叫太子 到皇上那去要吧 王爷 这至多是微臣办事疏忽 怎能归咎于太子呢 求 求王爷开恩 把公寒还给微臣吧 王爷 王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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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TED 哦 anyway 事情的经过你都看见了 是 讲一遍我听 这 讲 是 这徐月驴来送信惹得王爷生了气 王爷将他给杀了 不对 怎么 不对 王爷 徐月驴受太子指使 以送信为名 图谋刺杀本王 并将本王的胳膊刺伤 信被本王及时识破其奸计 并将其击律 记住了吗 这 我都记住了 别记错了 不敢 王爷 先生喝药了 快呀 起来喝药啊 这药怎么这么苦啊 哎呀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 快喝吧 算了 等等再喝吧 我现在不想喝 喝呀 喝 沈姑姑 沈姑娘 你来了就好了 她不肯喝药 她喝不喝药 关我什么事 你今天怎么不高兴啊 这些是新抓的药 还有吃的东西 小琉璃 回头先呢 给你们先生吃吧 我走了 沈姑娘 沈姑 公子还有事吗 沈姑娘 我请你再待一会儿 行吗 那就不必了吧 过会儿自然有人会来陪你的 我 你好好歇着吧 我走了 沈姑姑 沈姑娘 沈姑姑 先生你怎么起来了 你在屋里好好待着 沈姑娘 沈姑娘 你听我解释好吗 沈姑娘 那好 我们坐下来谈谈好吗 请 那徐也驴 平日里就与太子过从甚密 前些时 就曾有一个从这徐也驴 经常光顾的丰满楼派来 混进儿臣府里的丫鬟 企图行刺儿臣 但被儿臣及时识破 并将其拿获 如今他们见一计不成 就又派了这徐也驴 假接送信为名 到儿臣府中 企图行刺 幸有儿臣家人在侧 将其拦了一拦 才紧将儿臣的肩膀刺上 但这徐也驴十分凶悍 一击不成 又扑上来企图再刺 儿臣出于自卫 不得已 才将其击毙 儿臣 事才所言 绝无半点不实之处 且有家人为证 还请皇上明察 皇上 儿臣口拙 难以自辩 但求皇上明见 为儿臣喜悦 一派胡言 那徐也驴 好歹也是个朝廷命官 你说杀就给杀 给朕来个死无对证 你叫朕找谁查 再说了 太子 他为何无缘无故 要派人杀你 骨肉手足 不说同心同德 好好地辅佐阵 治理国家 整天就这么吵吵闹闹 成何体统啊 岂子皇上 那席月驴 乃精卫兵马指挥使 因了公务 时常来儿臣府里回事 向来汉亲王的想法 也是由此而来 朕封你在云南 就该早日地到方地去 整天地待在京城里 还能干出些什么好事情 皇上息怒 儿臣岂敢不尊圣旨 这因儿臣同皇上北征方规 身体上有些不适 所以才耽搁了 今天这个事 不能就这么算 郑亨 臣在 这件事 朕就交给你了 你立即将此事查清 写个折子来给朕看 臣 谨遵圣旨 让你们闹腾了 这半日 朕也有些乏了 你们都下去吧 退朝 愿天佑武皇 万岁万岁万万岁 宾儿姐姐 王爷送你过去呢 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小姐 今天天气挺好的 你怎么老在屋里待着 不出去走走 我没心思 小姐 晚饭想吃什么 告诉我 我让他们跟你弄去 我没什么胃口 随便弄得清淡的就行了 是 我这就说去 我这就说去 這放那兒, 不許收拾 放那兒 你下去吧 去吧 是 冰兒, 快點來 是 冰兒姑娘 馬公公 王爺叫你呢 我知道了 等等 王爺剛發往火 你可要小心伺候 多謝公公 王爺 冰兒給王爺請安 你給我老實說 你主子昨天晚上去了什麼地方 昨天晚上 我先把話遞給你 你要是再敢拿了什麼 他不舒服 在房裡睡覺之類的話來糊弄我 當心你的腦袋 是 冰兒不敢 這就好 說實話 本王有重傷 昨夜 王妃 她是去見 見一個人了 什麼人 一個 說 一個姓君的人 李公公 李公公公 王爺在嗎 你給我接著說 識別三日 當刮目相看 幾天不見 牛兄就結識這麼一位 才貌雙全的新朋友 怪不得不來看我們了呢 要緊嗎 郡公子 重傷不曾痊癒 還是多謝謝的好 沒事沒事 你們放心吧 哎 李姑娘說的對 你先好好歇著吧 我們趕日再來看你 哎 招什麼急啊 一塊吃頓飯吧 好不好 不了 待會兒師姐就該來了 讓她碰上怪我好意思 哈哈 不是要來了 而是早就來了 師姐 這 哎 哎 小油粒 這大白天的你插什麼門呢 我是怕你們當中 有誰一會兒又生氣要走 還得害先生下地去追你們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既然大家啊碰在一起了 一塊吃頓飯喝點酒 好 哈哈 哎 你幹什麼 女的做飯 哈哈哈哈 小姐 我沒說什麼 你就饶了我吧 你明知道漢王對君公子恨之入骨 為什麼還把君公子的事情告訴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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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不說咱們從小一塊長大的這些話 可君公子跟你無緣無仇的 你幹嘛要害他 不會的 君公子和王爺是親生兄弟 你 你說什麼 君公子和王爺都是皇上生的 只不過不是一個母親罷了 你怎麼知道這些的 那日 王爺和紀大人在客廳裡議論這事 我進去時他們沒有發現被我偷聽到的 可既如此 那王爺 就絕不會做什麼不利於君公子的事 哥倆 那又怎麼樣 太子和漢王還是一個麻生的呢 又怎麼樣 要不是皇上在那擋著 怕他還不把個太子殺了幾個過了 小姐 我 我可真的不是有意想害君公子小姐 我讓你也沒有這個膽子 我讓你也沒有這個膽子 饒了我吧 難為你跟了我這麼些年 看在咱們主仆一場的份上 我就先記下你這條命 可萬一君公子要有個三長兩短的話 我絕不情擾了你 小姐 你這是藥 這地方我已經受夠了 我今天這一走 就永遠不再回來了 你不是挺喜歡這兒嗎 我給你疼定 可是小姐我 對不起了 我得先把你的嘴給堵上 一來是怕你叫壞 二來嘛也是為你好 免得人家以為你是我的同黨 太多了 她很可怕 他的手 王妃 王爷有令 请您回王府 王爷 请您回王爷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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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慢慢说嘛 何必要动手呢 尊家何人 你问我吗 我不过是一个只会喝酒 不会念经的醉和尚而已 没有什么姓名 尊家莫非是海和尚吗 正是老呢 酒痒了 你先站过一边 待我将一点私事了了 再过来跟你见礼 请出招吧 海老仙伯 请让开 你们还真要打呀 那打吧打吧 五季 你受伤了 五季 我看看 五季 看来你还真的受伤了 我不占你的便宜 但你好了以后再说 这是我姚光店的疗伤神药 吃了它 包你三天之内恢复如初 怎么样 等你好了以后 我们再打过 我们再打过 多谢前辈的疗伤神药 多谢前辈赐药 好 既然如此 咱们就定个日子吧 敬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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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不是一个心胸狭小的人 虽说事已至此 可我还是愿意给你一次革新洗面的机会 如今那姓君的 算在本王手里 是死是活 全在本王一句话 只要你答应 从此不再见他 不再与本王 总拗着这股劲 本王就答应放他一马 从此不再与他为难 否则的话 他休想活到明天 那姓君的 有什么好的 他连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 穷酸潦倒的 他倒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可你知道啊 你不就正是为了他的 这身世 才一定要杀了他的吗 要是在以前 恐怕我还真的会被你刚才那些话给骗了 但是现在不会了 不管我答应不答应你 你都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杀了君公子的 因为你怕他爱了你的宏图大衣 是又怎么样 你若肯助我 大事已成 你可就是堂堂的大名皇后啊 姑娘不稀罕 那你就等着 给那个姓君的收尸吧 把他带回去 是 王爷殿下 现在你后悔 已经晚了 我没后悔 我只是想提醒你 你杀不了君公子 从梁州到京城 你不是一直都一门心思想着 一定要把他给杀了吗 可结果呢 正所谓 人生不尽人意事 十之八九 就像你杀不成君公子一样 你也当不上皇帝 因为 你没那个秘 你也就是偷偷地在密室里 放一把龙椅 过过瘾而已 你重口 走 早春吃梦 流水落花泪如猪 茫然对苍天 故人在何处 几朵汉书 装饰梦断天涯路 调灯寻旧是何处是归途 天地悠悠 红颜不长逐 相思之为何几苦 酒恨心愁 这般牵动我的心 一片痴情在江湖 你是那带路的玫瑰 你是那清晨出生的雾 你是那天边的彩虹 你是那空海路 飘飘的鬼神 哦 让亲爱之火焰燃尽 从此再不会有青青过我 你一个共同的月亮 把一切因果的诗指在梦里重复 你是那带路的玫瑰 你是那清晨出生的雾 你是那天边的彩虹 你是那空海路 飘飘的鬼神 让亲爱之火焰燃尽 从此再不会有青青过我 你一个共同的月亮 把一切因果的诗指在梦里重复 独作抹平栏 任沉海桑田红花绿树 是 是 对 我们的咨语 会 所以 感谢观看